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12月7日,周深2024年巡回演唱会的南宁战将迎来最终场次 这一场不仅是周深全国巡演的压轴大戏 更是与粉丝们告别这一年的重要时刻 对于许多粉丝来说 这场演唱会承载著特殊的情感和纪念意义 因此,门票的抢购热度超出了预期 许多人在第一轮售票终究遗憾落空 错失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为什么这次南宁的门票如此难抢 首先,12月7日正好是周末 许多歌迷和粉丝都选择这一天前来现场 既能享受周深的歌声 又能与朋友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而且,南宁作为今年巡演的最后一战 注定会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场 许多人期待能亲眼见证周深的精彩演出 作为这一年度选演的完美收官 有细心的粉丝留言表示 南宁演唱会之所以选择在12月6日和7日 可能与传统的24节气大雪有助某种浪漫的联系 12月6日恰逢大雪节气 有粉丝在社交平台上感叹 今朝若是同龄雪 此生也算共白头 把这场演唱会的浪漫情怀与雪景结合 营造了一种温暖而又深情的氛围 周深作为一位极富艺术气息的歌手 其音乐的情感传递正好契合这种冬日的温暖与浪漫 对于前往南宁的歌迷来说 这场演唱会不仅仅是一次音乐的享受 更是一次探索美食和旅行的机会 为了帮助前往演唱会的粉丝们更加顺利地游玩和住宿 南宁的米子已经整理出了详细的演唱会攻略 包括南宁的闭市美食 住宿推荐以及交通指南等 这些信息都极大地方便了外地粉丝 确保他们能在享受周深演唱的同时 尽情体验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南宁有助丰富的地方美食 像螺丝粉 桂林米粉 酸酸炒饭等地道的广西小吃 深受游客和本地人的喜爱 许多粉丝计划在演唱会前后 去当地的美食街区一试这些特色美味 感受舌尖上的南宁 此外 南宁也有许多值得游玩的景点 特别是一些去年奔跑吧兄弟录制点 例如青秀山 南虎公园等 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前往打卡 相信会有不少歌迷在看完演唱会之后 顺便游览这些景点 享受一场集美食与风景于一体的周深之旅 虽然周深南宁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 但对于那些未能在第一轮抢票 终成功购票的粉丝来说 仍然有希望 二手票市场也将成为不少粉丝的最后机会 虽然很多二手票价格可能会较高 但只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还是有机会享受到这场盛大的音乐盛宴 很多歌迷表示 错过了一次 就在等下一次的机会 这也是粉丝们在与周深的互动中 表现出的坚持与热情 无论票价如何 只要能清零现场 感受周深的歌声与温暖 都是值得的 每一场周深的演唱会都是一次美妙的音乐之旅 而是2月7日的南宁站 不仅是巡演的最后一场 更是承载着粉丝们情感寄托的盛典 许多人已经把这场演唱会当作一场年终的告别仪式 期待着在现场与周深一起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作为一位音乐才子 周深的演唱会总是充满住感染力 不仅仅是他的歌声让人感动 他与粉丝之间深厚的情感连接 也是每场演唱会的亮点 南宁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将是一次让所有粉丝感动和铭记的盛会 无论你是已经抢到门票的幸运粉丝 还是在等待二手票的机会 12月7日的南宁演唱会 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 周深的天爱之声 将在这座城市中回荡 与粉丝们共同谱写一段美好的回忆 对于每一位周深的谜子来说 南宁站的演唱会不仅是一次音符的碰撞 更是一次情感的共鸣 南宁 让我们一起期待周深的精彩演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